韩瑜被抓包回味松协智爱店笑容满面,原来他是为了追这个男人完全不避讳。 韩瑜与松协智曾经有过一段婚姻,但是维持不久便宣告离婚。 当时松协智还透露为了保护韩瑜才一直沉默,而韩瑜则是不提松协智。 只表示两人已经是过去世了,因为不和才分开。 近日韩瑜现身曾经与孙协智一起爱吃的餐厅玩寿司,看起来笑容满面,心情不错。 根据苹果新闻报道,他透过经纪人表示有什么好避讳,台北市就这么大。 且原来回到这家店,是为了追一个他最爱的男神。 韩瑜和二名女助理搭计程车到威风南京店下车,和妹妹相约去美食接用餐。 他当天一早就出去拍外景,再回到棚内戏,傍晚收工就马不停蹄赶行程,四个女生边吃边聊半小时。 吃了二十几盘回转寿司,韩瑜看到大家盘子空了,便转头询问大家还要吃什么。 贫困手对寿司师傅比出十指说再来一盘,热心照顾大家。 之后吃完买单后,一行人再去一旁咖啡厅喝下午茶打发时间。 等到晚上七点才随着人潮往小巨蛋移动,去看当天的最爱的张学柳演唱会。 看演唱会前,韩瑜很捧场的新剧摊贩卖了写着张学柳的加油营光榜,在进场前已化身歌迷。 四人拿着爱心营光棒请路人拍合照,路人看到明星超级惊讶,也顺势拿手机一路记录跟拍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韩瑜隔天一早还要拍戏,但为了看偶像演唱会甘愿少水几小时。 还兴奋地在场内自拍合照分享,并感叹心情是此生无憾。 首场演唱会除了韩瑜外,王心灵,徐小可,富邦集团董事长蔡明中也到场观赏。 可以说是众星云集,韩瑜和孙协志离婚三年,她目前只在戏里谈情。 虽然不排斥在恋爱,但连拍八点档,根本没机会认识新朋友。 空荡不是宅在家里,身旁陪伴的人也只有女助理和妹妹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